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跟个路Fashion博主比起来,我似乎就像荷包包,有球一样他们每天种草推荐,让你买买买来我却天天拔草,告诉你们这些包都容易坏,不是专门想给大家泼凉水只是,我看到了的是包包本来的样子是去掉滤镜, 与你一起经历生活的最真实的一面,是和打喷嚏后爱情一样,无法掩藏的一面见过无数并包,有时也会怀疑奶造包到底存不存在,我也收到过很多让我写奶造包的呼吁今天就找出一些包来,看看它们是不是真的,奶造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多多补充新本文,不能代表包包的所有情况,也与任何品牌无关请保持理性谨慎首先, 我们要明确,耐造,到底有没有标准因为影响你的包包生命,得不确定因素太多耐用如neverful,如果某天被猫主刺挠花也没办法不是,我们现在说的耐造是依靠包整大数据,根据拯救的包包数量来判断,根据材质与耐造程度分为三个梯队分别位,羊皮,牛皮, 人造搬不并在这三种材质中,选出了颜值与耐造程度鞋背的几款包布,知道你的包有没有上吧? 第一题对,羊皮里的领头羊,小羊皮,真的是世上最娇贵,一不留神就花脸养羊皮,那纷纷觉得自己是在公祖宗但是,还真有那么几个小羊皮包包表现出色 Valentino Rocksteed Spike,虽然是,用软质小羊皮材质做的弹杖,这浑身的钉子,在与外界接触的时候也算是给自己增加了一层盔甲 根据包整数据库的案例,Spike的脑钉也很比较结实,只要做好日常护理注意包身的污渍 其实机车包向来,都是占据黑榜前几名的这次说他耐造,难道是在找妈妈? 其实,以前也写过机车包变色的原因,尤其是对于颜色鲜艳的包包来说有辣化的小羊皮肥,常容易老化但是黑色机车包的表现,却与他家兄弟不一样 机车包这么酷,当然首选黑色根据包整数据库反馈,黑色的机车包各方面表现都由于起菜颜色变,成煤干菜的风险非常低 只要不长期处在高温潮湿的环境中,日常的考验,还是经受得住的第二梯队 牛皮即使很耐造牛皮,比羊皮耐造并不是秘密,但是小牛皮却特别怕划伤,尤其是光面皮,用起来的小心程度 吴亚云羊皮我们选出,为几个呼声比较高的牛皮中的嚼嚼者,颜值也相当外线 Loyal Pleasant Low,出来很多宇宙爆款,最经典的就是 Pleasant各种配色,每一款都非常出众 绒面皮加小牛皮的配搭让整个包非常厚重虽然增加了自重,但确实乃造根据包整数据库 P,拯救情况 Pleasant很少发生雅瑟,腿色的现象更不会出现大面积别有融化的现象 除了无法避免的细小划痕,和污渍 Pleasant的耐造能力非常完美 简直就是,贝勒都说好系列Chanel Carrier, Pleasant我经常平时力吐槽香奶奶不是掉皮,就是S现在又说她耐造,难道又在打自己的脸? 当然不是,当奶奶公主的都是小羊皮与紫酱皮的香奶奶,才是真的耐造 啊,与紫酱皮有官方的说,法师克里亚花,其实就是一种加工牛皮的方式让皮质凹凸不平 质感比羊皮更加粗糙硬挺,当然也就更耐造 如果担心羊皮小奶奶太娇贵可以选择于紫酱皮的款式 比如摩尔新款的彩虹包因为日子橡皮不能整体上闪羞腹浅色的包包环 是容易便当只能做最基本的狐狸去掉梦画的彩虹滤镜眼前的就是那个每天陪你的 最真实的,到每次我吐槽香奶奶的时候,还是会有死忠本 站出来的香奶奶名不平庸时,立刻香奶奶推上了耐造的一线 自从从踩市场包变身艺术品Gucci的口袋就正同于文秀花大枕头每季爆款无数 但是槽点也跟着花式翻新,而把这款Ninfear放到耐造的行列 也是冒着巨大的风险,但是它真的耐造,没有还副的装饰 只有最简单的光面皮,根据包装大数据即便是别的 最容易掉的竹节Ninfear的提手,也很少有掉的随便人扔 最多只有轻微的四角膜,所以耐造程度比固执的弯部口袋都强大第三梯队 耐造包南岛只有铝,不管讨论什么包,最后总是离不了LVLV耐造 真的当之无愧不过,非真皮的耐用包南岛只有LV PRODA听了都摇头,多有的奢侈品界的低调 存在比LV还要早的防水发布材质容量大够大 而且非常轻巧,大家好奇的应该是这种发布和LV比谁更厉害 根据包装大数据Boyard的耐造力里 LV老花不相上下,但是Boyard更让耐造补业变色 只是四角比较容易磨损 如果担心,LV老花容易撞包Boyard是一个绝佳的选择 Bottery,RexackBottery 虽然没落了但还是留下了很多真耐造 除了刘芳百年的风衣还有Totter系列 以及防水尼龙双肩包 双肩包采用军工面料 但手感柔软 五斤表现力也比其他真皮系列的手提包 要好下图示更前的双肩包 只需做基础的清洗护理 完全是一个新包 作为一个看过包包所有缺点的人努力写出 这么一篇耐造包 你知道,我忍下了多少暂时吗? 不过,根据整包大数据 这些包的实用性与耐造力都相当出色 希望能够帮到想要找到耐造 包的云心结为最碎面时间 我还是会经常收到另外一种流言 说食品不是应该用几次就应吗? 包买回来怎么用 是自己的选择但 包的功能本身就是一个容器 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期望 赋予它各种各样的意义 希望它好看又耐造 当然可以 而我终极的追求是以后大家的脑海里 再也没有耐不耐造的顾虑 而是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喜欢就去买 是用不喜欢的就去找包买多了 把不再想费的包包卖掉 拥抱更随心的生活 玩玩这次网络 如有侵权可怜系的门座者删除 没有想费的 然 Didn't do 我就想费一下 你来这里准备我 我只是想费一下